孙策乱杀无辜吗 孙策很向往文化人 听说有个性高的文化人 很懂左传就请来要跟他聊聊 然后孙策跟他聊就问问题 那个人就说不知道 孙策就觉得这个人是故意看不起自己 事实上这个人是觉得 如果他比孙策强怕孙策害他 结果孙策反而认为你看不起我就更生气 生气了过后就把他囚禁起来 然后一堆民事一堆老百姓就为这个人求情 孙策一看这个人这么获得民心 暴怒呀直接杀掉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为高代求情 高代其实死不了 孙策有一个逻辑 就是得民心者我必杀之 谁得民心我杀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孙策在江东不得民心 人缺什么就想要什么 尤其是看到我没有别人有 你懂吗 我不得民心 这个人竟然那么得民心 那能留你吗 请问同样一个类似的死法的人被孙策杀掉的是谁 于吉 于吉对 所以于吉跟高代的死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孙策的逆龄 逆龄 就如果你穿越到了三国 切记切记 到了江东 如果你出事了 你一定告诉你的好友们 千万别来求情 求情的人越多 你越可能 越可能挂 你不求情 等孙策的这个气消了 孙策觉得你就不过如此嘛 你也不是啥了不起的民事 你看我把你抓了都没人来求情 你反倒能活命 这是个反向操作 所以一定要了解孙策的脾气 就他是一个内心比较自卑 不能看到别人的人气超越他 理解了吗 就现在的话说就是你的粉丝不能比我多 知道吗 孙策的一生造成悲剧的根本是什么 其实出生是根本 当时那个时代 他是一个士大夫称雄的时代 这个东西是谁造成的呢 他是刘秀造成的 因为刘秀是靠着南洋的世家大族 尹川的世家大族 以及河北的世家大族起家的 所以我常说嘛 云台二十八将里面怎么样 十一个南洋的 七个尹川的 七个河北的 由于士族不断的变强 拥有布局 不断的拥有长工吧 或者说有办奴隶性质的人吧 他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扩大 他这个这些人呢 他不交税 他不用交税呢 就导致国家的利益受损 他就形成了一个 士族和皇权争利的 一个这么局面 士族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就是按照这个角度发展 他最后必然发展成 士族王朝 我们抛去中间的 这些弯弯绕不讲啊 就是从刘秀 依靠大族起家 这件事 就最后必然会使 那个时代 逐渐演变成士族 最后形成士族王朝 然后变成门法 他是由土地兼并造成的 土地就是当时最厉害的生产力 你拥有了土地 你就拥有了权力 你就拥有了力量 他是一个不可逆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我反复说 汉末三国的斗争 其实互相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士族的斗争 因为只有士族才有力量 袁绍就代表纯士族 你无论是河南士族 河北士族 你看袁绍带了什么 尹川人 南洋人 这是当年混的最好的 这边的是河北人 就当年最好的资源 都在袁绍手里 他同时又扶植了曹绍 等于曹绍在跟袁绍共享资源 所以曹绍也享用到了 尹川士族的能量 如果曹绍当年不是袁绍的小弟 没有一帮尹川士族人支持曹绍 曹绍是根本做不起来的 刘备为什么能起家呢 就因为他跟袁绍的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给予了他一定的政治资源 温家能慢慢起家 他也占了个便宜 他跟了袁绍 所以二元是当时的顶级人物 所有能混得起来的人 他一定是跟袁家有关系 你包括刘备在刘表那边得到重用 他也是袁家的关系 如果当年孙策没有跟袁绍混 他打个啥江东 没有袁绍给你当奶妈 你凭啥打江东 所以简言之 孙家只是袁绍的延续 曹绍跟刘备 也只是袁绍的延续 所以孙坚跟孙策的优势呢 是依靠的袁绍 但是袁绍背弃了士大夫联盟 袁绍本身就已经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了 像陆家直接跟袁绍翻脸 陈家直接跟袁绍翻脸 看到没有 那孙家就更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了 所以这就是孙策的悲剧之处 孙策的狂也好 傲也好 杀士族也好 不自信也好 其本质逻辑来说就是当时主流是以士族为尊 但他偏偏不是 他又想让自己是 士族呢又不跟他玩 才导致了这种现象 机微凝吧 但凡孙策要是明世出身 如果真的像孙武之后呀 在江东极度得明星的话 那哪会这样呢 他不就是出身低吗 就好多人说孙策祖上孙忠搞不好的瓜农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可以让自己恢复走后 鏡面固定样 如这温Quand 影返 我